1號暫時顯示大熱 接近1千米斷柱 飛龍區帶頭 第二位外面好家家 萊蘭第三位就是聰明波跟人跑 最後後面勝利聲將有點意外 同一個專羅手區 看看前面的馬 飛龍區依然佔先好家家 第二位第三位的馬 萊蘭還在聰明波中間好主義 外面線路明星 再後面綠色衣服 外面三位共創美好 萊蘭過關勇將 後一點的馬匹 先見到多旺財、金龍華 以及這隻總統之缸 後一點的馬匹 尾姨要華聖甲遙遙蹈口 川河首區拉停了 就是勝利聲將 好,入正最後直路 前面好家家透出 看看有沒有人追到他 萊蘭飛龍區未散 再後面的馬 外面共創美好 按住都上來 再後面的馬 還有勁勇威龍 前面就聰明波 最後200米 萊蘭飛龍區未散 中間鬥就是好家家 外面綠色衣服 就是共創美好 再後面還見到聰明波 最後百多米 共創美好 正在鬥好家家 後面有聰明波 以及飛龍區 接近中年 Fiveback贏回好家家 第二名就是共創美好 第三名就是聰明波 和飛龍區要拍照 Fiveback贏回 真是精彩這場賽事 以為共創美好 勢已經將這隻好家家蓋過 但是好家家還是硬一點 結果好家家贏 共創美好第二 聰明波第三 第四名要拍照 去到尾場都是繼續你前置 不過有些意外 勝利聲將 應該是 有時 很快拉停了 影響了那隻專河首區 好家家贏馬 共創美好第二 聰明波不放 這樣跑到第三 連放頭那隻飛龍區 都頂到第四 那隻真是賺形勢 那隻真是賺形勢 第四 真是老襯到巴德 最後就叫過了飛龍區 有個位置 聰明波都頂到尾場 聰明波 聰明波 連韋達都夠積極 我們先看一個預計 騎師王 1號的莫雷拉 38分 鳳凰 你等不等前面都沒什麼運行 你真是未知 那隻聰明波 那隻聰明波 就是啦 騎到幾步就頂住他 不用怕他 細空甲狼 可能那隻飛龍區 在外面 要搶 有關係 按住過你 你按住被人過 你也有人看回 都可以 今天其實有兩隻 冷的九十九倍外檔馬 就是這樣殺起來 就放了那些 三三四四的冷位 之前就卓爾喬坐 這場就是飛龍區 都涉及四重彩 嘩 三十幾萬 是呀 三十九萬一千一百十十六元 就是分那隻飛龍區 又有些熱門又不在 這場其實都頂亂的 因為很多熱門的跑法 這場很被動 所以你們才難搞 那勝利星象又有些意外 這次真的是攬炒 拉著穿羅手舉下去 是啊 兩個人欠騎士王 袁屎一邊都守好位 很快已經是有事了 偉塔就吃到尾湖 對 贏了 莫雷拉就贏了兩場 拍球也贏了兩場 1,600元 真的可以跑出應有的水準 好加加 加上今天的跑道形勢的幫助 紅創美好全程都在開邊走 這場真的挺厲害 對 始終你兩場的負磅也有差距 一隻133磅 讓他十四磅 回來也是鬥到最後才輸 過了剛才的了 可能我綁重點回來 變成被人fightback 不過也是最不明白的那隻聰明波 為什麼會這樣跑 唉真的 很多東西都不可明白 連海鑽石那些放得這麼快都到 是啊 今天你有例子給你看 長長都等頭走 唉真的不知道 好 反正今天阿摩那些貌都頗值得 好像錦恩那些 是啊錦恩 嘩 又是搶 死搶出來 搶都出來 然後放得回來 贏掉 剛才海鑽石 跟著飛龍驅 大摩那些 真的很多東西都放了才不見 知道意識到 跑道偏差了 是啊 其實其實是實知的 所以本來才會突然轉跑 或者飛龍驅也會這樣轉 有一個香港國際馬匹發賣會 新馬獎金 六十萬 就給這隻好家家的 贏三班賽事 對啊 今天兩隻馬獎獎金 這裏已經很穩定 這裏已經 根本都沒有推過 這裏已經是 這裏已經是 這裏再輕微養少少 這裏 但是聰明波很立心 你只要等他賣 這裏就沒有意識去搶頭 這裏是 你說他沒有推過 他沒有推過 你看他有沒有推過 他不是完全沒有推過 真的 唉 這樣跑回來 這裏是馬的馬姓 應該騎幾步 頂一下他 那隻勝利星掌 這裏就有事 那隻是不是不低了 還是什麼 就是這樣了 總統之光 突然走出去 總之後面那堆馬有點意外 直路那隻很主要 我看到很早收停 我不知道什麼事 跟這個位置都挺漂亮的 其實 這裏都開始推了 三百多公斤 看到他收起來 很早就散了 當才就比預期的位置後了很多 對 他真的被那隻過關勇將頂住 再加上聰明波 轉完那彎 很厲害 再加上聰明波不放 就再躺後一點 這裏聰明波才會這樣 鬥過人 也有個位置 算是好彩 真的好彩 我告訴你 因為那些飛龍區 不是證明很多馬 暫時都很年輕 你那隻聰明 可能過不了他 豪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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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第四名是八號的飛龍區 四連環派23,911 四重彩派391,176 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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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萬